我们再来聊一聊Bion的乐队兄弟几个的纠结的事情 日前呢因为一张照片黄冠中和黄家强两位呢 在网上就引发了一张超强的骂战 甚至还爆出了当时Bion的乐队之间不团结的传闻 那日前呢在黄家强的个人演唱会上 他就对此事做出了诚心和回应 在与黄冠中的骂战争热火朝天时 黄家居弟弟黄家强的个人演唱会 于6月5号正式拉开帷幕 加强与加基的隔空对唱 引得粉丝感叹万坚 以周润发刘德华王妃为首的重心 纪念家居赵也在演唱会中一闪而过 黄耀明任贤其也前来捧场 让演唱会重量倍增 不过与这些相比 众人更关心的显示黄家强与黄冠中闹僵的关系 本来在微博连连开骂的黄冠中 在黄家强开唱前的一晚 却突然发出了一样的旧赵 并写出势容加强别离外面的风风雨雨 疑似发出和好讯号 而成功举行的自己首个个人演唱会的加强 却对此不以为然 不仅将引发骂战的责任推到黄冠中头上 其实队友对自己的态度突然好转 更让他毫不客气的抛红黄冠中 该去看心理医生了 这下黄冠中老婆朱英可真是躺着中枪 莫名飞上了不够关心老公的恶名 一边向黄冠中开枪 另一边黄家强也不忘给自己写出罪名 而对网友指出他大肆挥霍家居用姓名换来的赔偿金 黄家强也大爆委屈 声称赔偿金自己分文未动 数额也只购自己的父母养老 全就不要信了 发明是全了 还有这个赔偿也都不可以公布的 当年已经是讲好 一定家人是不可以公布的 基本上连我都不很清楚 那我就知道不会有很多 只会救我爹地妈咪过佬 如果你有留意的 我家不是现在住在山顶豪宅独立大屋 只不过都是在一个单位 这样的生活 希望这种风波能够早日平息 然后也希望亲兄弟就是一家人